亿万富豪开着豪车 突然感觉身体不是无法呼吸 没过多久便失去意识 汽车撞在树上 路人发现他时 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尸检报告显示富豪中毒身亡 他讨厌的儿子分得所有财产 而给引以为傲的女儿劳拉 只留下一个U盘和一把钥匙 打开U盘 是父亲生前录下的视频 他告诉劳拉 后院的树林里有一个地窖 一定要保守住里面的秘密 不能被其他人知道 劳拉觉得父亲的死太离奇 并且关于地窖的事情 他从未提起 为了搞清楚真相 他来到树林 在这里果然发现地窖入口 劳拉回忆起小时候 曾在这里玩耍 父亲看到后大发雷霆 不允许他再来这里 劳拉用钥匙打开锁 小心翼翼走了进去 他穿过走廊来到最里面的房间 劳拉打开灯 这才看清居然有一个人 他的脖子被铁链拴住 劳拉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走过去试探 男人突然动弹 劳拉下场了 连忙逃出地窖关上铁门 他回到房间 准备打电话报警 突然想起父亲交代的话 想必他说的秘密就是男人 劳拉只好挂断电话 晚上他再次来到地窖 用白纸印上男人的指纹 准备调查他的身份 就在这时 男人缓缓睁开双眼 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不想让男人看到他的长相 于是跑出去戴上面具 他推门而入 男人直接叫出他的名字 他知道劳拉所有事情 甚至包括他的家庭和爱好 这让劳拉非常震惊 很明显男人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 他摘下面具 询问男人是谁 男人表示自己叫约翰 算得上是他们的家庭成员之一 毕竟他已经在这里生活很多年 劳拉父亲死后将自己留给他 也算是一种继承 劳拉问他为什么被关在这里 约翰提出用牛排和福特加换取秘密 劳拉只好按照他的要求 买来所有物品 这一切都太奇怪了 他无法相信 富豪死后留给女儿的遗产 居然是个被囚禁30年的男人 约翰告诉劳拉 他的父亲年轻时和自己臭味相投 两人都是富二代 整天游手好闲 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打牌 那天晚上喝了很多酒 他们开车回家 没想到突然冲出来一个男人 两人来不及刹车 直接撞了上去 下车查看时 对方已经没了呼吸当场死亡 富豪非常害怕 不想因此葬送自己的前途 于是逼迫约翰和他一起将尸体埋在荒地 让约翰没想到的是 富豪为了不让事情暴露 趁他不注意 将他敲晕后囚禁在地角 从这之后他再也没见过阳光 30多年来 他过得生不如死 曾祈求富豪杀了自己 但他并不想要约翰的性命 又怕将他放走后去警局报警 时间一天天过去 富豪再也不打算放走约翰 劳拉感到疑惑 他失踪这么久 就没有人寻找他吗 约翰解释富豪到处说 他赌钱赢了已经移居国外 劳拉根本不信他的话 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温文尔雅 是典型的绅士 绝对不可能做这些事情 接着约翰又说 富豪有个相好 肯定分给他一半的财产 并且爆出对方的名字和家庭住址 劳拉愤怒地离开地角 他立马驾车来到对方家 女人大方承认获得了富豪的遗产 看来约翰说的都是真的 富豪父亲在劳拉心中的伟大形象彻底崩塌 劳拉找到律师 询问他为什么要隐瞒父亲遗产分布的事情 律师表示这一切都是富豪的安排 他已经签下保密协议 很多事情并不是劳拉想的这样简单 希望他能相信自己 劳拉不好再追问 只能从约翰这里找答案 劳拉再次来到地角 询问他对父亲为何如此了解 约翰表示富豪把他当成忏悔对象 讲述了所有事情 他让劳拉放了自己 劳拉想去看看野蛮尸体的地方 只好解开脖子上的锁链让约翰带路 这是男人三十多年来 第一次走出地角 他贪婪嗅着自由的味道 跟随着约翰的指引 劳拉来到树林 果然挖出一具白骨 他无法接受富豪父亲是杀人犯 情绪接近崩溃 将约翰再次带回地角 约翰祈求他放过自己 但劳拉还没搞清楚他的真实身份 不能就这样放走他 劳拉询问父亲的老朋友是否知道约翰 大家纷纷不知情 约翰解释是因为富豪早已抹去他生活的痕迹 劳拉冷静后觉得约翰很可怜 他已经被囚禁多年应该还他自由 给约翰准备了新身份和一百万美元 让他开始新的生活 弥补失去的时光 他穿上体面的西装走出地角 劳拉将他送到自己的私人机场 让他永远别再回来 否则就把三十年前的杀人案嫁祸到他头上 他希望这一切到此为止 不想让家族的声誉有任何污点 约翰点头同意 劳拉回到家时 母亲看到男人的资料 过往的记忆浮现在眼前 他告诉劳拉 约翰是恶魔 劳拉立马回到机场 发现机长和律师已经丧命 这证明了母亲说的话 他意识到母亲正面临危险连忙赶回家 房间里却空无一人 远处的地窖发出微光 母亲陷入昏迷 劳拉刚准备带他离开 约翰突然出现在身后 将他打倒在地 劳拉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当他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被锁住 约翰终于说出当年的真相 三十年前的酒会 他伤害劳拉母亲 并有了劳拉 富豪知道后非常生气 要将他送到警局 两人在车上发生争执 撞到路边的行员 约翰下车查看 趁机将受伤的行人残忍杀害 以此威胁富豪 气急败坏的富豪埋藏尸体后 将约翰敲晕关在地角 他是不折不扣的恶魔 富豪要让他受尽折磨 前几天富豪离起死亡 是因为约翰趁他不注意 给他注射了毒药 就在这时母亲醒了过来 从背后将约翰击毙 母女二人在地角淋满汽油 将这一切化为灰烬 电影继承 富豪让劳拉知道密室的存在 是为了报复约翰 让他死在亲生女儿之手 好了 这里是唐司令说电影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